昨天晚上美东时间9月10日晚间9时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进行了首场电视辩论 这场举世瞩目的面对面对决 在宾夕法利亚州首付费城进行 这场辩论由美国广播公司ABC主罢 持续大约90分钟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光看了这场 或许是这次总统大选中唯一的一场辩论 目前距离美国大选时间所剩不多 但距离美国五十个州中一些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 仅仅只剩几天 全国民调显示选情竞争非常的激烈 两位候选人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来影响少数上位决定要投哪位候选人的选民 纽约时报西耶纳学院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三个关键的战场州 多次民调中平均略微领先创 这三个州是维斯康星州 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利亚州 两位候选人在另外四个关键州 亚里桑那州 乔治亚州 内华达州和北卡纳罗纳州打成了平手 这七个竞争企业的州 预计将决定选举结果 因为美国并不是全国补选 来选出总统和副总统 如果哈里斯当选 他将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总统的女性 和第一位南亚议人 也是继奥巴马之后第二位黑人总统 周二晚间的辩论 以哈里斯副总统走上辩论台 与前总统川普握手开始 他们就美国经济 美国复理的堕胎权 美墨边境移民问题 以色列打击加杀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2021年1月6日国会宣布 川普输掉2020年大选时 美国国会大厦发生骚乱等问题 展开了群枪舌剑的辩论 一 川普和哈里斯辩论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把这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 看着是川普和哈里斯相互的攻防 以辩论成败 决定谁能把对方骂到 那叫大错特错了 选举活动的重点 是各自争取选民的支持 说服一群又一群 还不确定但愿意考虑 看看的选民出门投票 希望他们决定支持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说 哈里斯给人的印象 才是分析这场辩论的关键 至于川普 虽然显眼 但严格说并不是重点 因为人们对川普的印象已经确定 对川普还不确定 要考虑看看的选民是很少的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川普在这场辩论会中的战略目标 不是提高自己 哈里斯的目标也不是谴责川普 哈里斯的目标是向那一小群 独立选民介绍自己 相反 川普已经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喜欢他 也很难再让更多的人讨厌他 他在台上的作用是要干扰哈里斯向选民介绍自己 破坏哈里斯的自我推销 第二 川普落于哈里斯的圈套 两位候选人今天做 两位候选人做的如何呢 川普应该是失败的 他最大的失败在于他上了哈里斯的沟 被他成功的击录 在90分钟里哈里斯竭力击录川普 就他的刑事定罪 对新冠疫情的处理 他的集会人群规模 以及他所称军方和外国领导人 称他可耻等问题 对川普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事实后翻开新的一页了 在这场辩论中咄咄逼人的哈里斯宣称 他的表现似乎借鉴了自己 参与庭审的检察官的生涯 几家及时报道的媒体同时注意到 当哈里斯随口说到 川普造势集会没人参加 去的人也因为感到太累和太无聊而离开时 川普终于上钩了 他忍不住用一准弹发言时间 说自己的集会没有人想要离开 是哈里斯的集会才没有人 如果有人也是用游览车把他们送去 用钱雇来的 但川普这段发言更大的问题 并非是内容本身 而是发言的时机 当时主持人询问的是南方边境和非法移民的问题 这是哈里斯极容易失分的短板 偏偏在这个可以全力攻击的时间点 哈里斯稍微发挥了一下 大家对理造势活动没兴趣 这款红布三秒钟 川普这次逗留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朝这个不是议题的议题直奔而去 于是川普便把完整的攻击时间浪费在自吹自雷之上 白白放过挑战哈里斯的机会 小布人责乱大谋 是川普本常辩论最好的注解 是他的混乱 容不得别人当主角 但哈里斯可以经常脱俏 川普只要多讲自己疫苗 就是多浪费疫苗 在边境移民问题之上 这个关键题上尤其如此 同样以移民边境问答为案例 可以看出哈里斯核心的战略 即使要攻击川普 也不是为攻击而攻击 追求的不是骂倒对方 而是用来制造对比 来衬托他自己正面人格的特征 就此而言 哈里斯算是恰入其分 回答边境问题时 哈里斯强调美国需要的是自己 这种解决问题的人 而非川普这种要 利用问题竞选的人 试图界定两人的差异 强调自己负责 同理哈里斯也在多处 沿用他七月和八月的认述 以及民主党党代表大会上 多位讲者的演讲主题 强调川普只是为了自己 而他是为了大作 在被问到军援乌克兰议题时 哈里斯除了强调自己 会捍卫民主盟帮 防堵普京扩张以外 也反过来说 川普在应对这些问题上 只想到了自己 他强调自己曾经与 乌克兰总统 哲联斯基会谈 代表美国向他提供 实质性的帮助 软弱的不是他 而是那个跟普京 跟金正恩交好的创 只是为了得到对方的夸赞 跟独裁者做朋友 就不顾美国和盟邦的利益 不但会放手 让普京拿下乌克兰首都基辅 还会让他开始筹划 吞下波兰 哈里斯更直接的提到 光是在辩论场地 所在的关键摇摆州 兵州就著作数十万 博兰裔美国人 在中国议题上 哈里斯攻击 川普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 在川普总统任内 他始终向中国出售 美国的芯片 帮助他们改善军队 并使其现代化 基本出卖了我们 对中国政策 应该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竞争中获胜 这意味 关注需要达到这个目标的细节 关注与盟友的关系 关注美国的技术投资 这样我们才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的竞争中获胜 关注我们需要做什么 来支持美国的劳动力 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功能权力方面吃亏 为记录川普 哈里斯顾忌重施 批评认为川普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推文 感谢中国主席习近平 他说我们来谈谈新冠疫情 他实际上感谢了习主席在新冠疫情期间所做的一切 看看他的推文 他写道谢谢你习主席 而我们知道习近平对新冠疫情起源缺乏透明度 富有责任 但很不幸川普这头蛮牛又一次上当了 三 谁胜谁负 CNN在辩论后立即进行了民调 民调显示63%的民众认为 哈里斯表现更好 认为川普表现更好的只有37% 报道指出 辩论前民众对谁会表现的更强势的看法相当 各占50% 值得注意的是 6月底川普与拜登辩论后 67%的选民 认为川普表现的更好 只有33%认为拜登表现更佳 这份民调也调查选民对两位候选人的好感度 45%对哈里斯有好感 44%对他持负面观感 虽然选民对哈里斯的看法仍然分析 不过比辩论前的观感有了很大的改善 辩论前只有39%对他有好感 相比之下 选民对川普的感官几乎没有改变 辩论后39%对川普有好感 51%持负面的看法 与辩论前的评论几乎持平 选民对两人是否能领导美国信心程度相当 54%对两人至少有一定的信心 36%对川普有很大的信心 32%对哈里斯有很大的信心 辩论刚刚结束不久 美国顶级流行歌手泰勒斯维夫特 就在社交媒体上对他2.83亿粉丝表示 他支持哈里斯 这位田纳西州出身的歌手 可能会在传统上较为保守的中西部各州 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这场辩论会最准确的解读 应是川普搞不清状况 白白措施大好机会 而哈里斯则证明自己掌握到 可行的胜利剧情线 且有能力执行既有的策略 但这仅仅是代表哈里斯安全下装而已 至于整体战略能否奏效 这并非是一场辩论会能够决定的事 在美国政治史上很少有候选人因为打赢了辩论而赢得选战 候选人民调很少在辩论后急剧上升 因为要建立好感 建立可信度 可没那么容易 要崩坏要被嘲笑才比较简单 也因此美国总统辩论史上重要的时刻 包含1960年尼克森的匹态 1976年福特对苏联议题的失言 1988年杜卡斯基反对死刑的发言 被认为不尽人情 统统都是翻船而非取胜的例子 争取摇摆州投票议下 未决选民是两个阵营 先接到唯一的目标 七个摇摆州选举人票中 宾州19票 北卡纳罗纳乔治亚州各16票 密歇根州15票 他们的动向 才决定了谁是下届美国总统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